今天聊点不一样的电影 由日本名导演冰口龙界编剧之导 一举夺下了第74届堪称影展最佳剧本奖 和第79届金球掌最佳外语片 而且提名了第94届奥斯卡金像奖的最佳影片 最佳导演 最佳改编剧本 以及最佳国际影片四项大奖 而获得这么多荣誉的这部电影 就是这部DRIVE MY CAR 大家好,我是CJ 喜欢看电影的你 欢迎订阅电影Tiffany 你和我一起观看他讨论最新电影 佳福优介是一名舞台剧演员 一贯开了他的爱车Sub900去上班 妻子英则是一名电影编剧 女儿四岁时因为肺炎失事以后 两人的感情早已大不如前 即使碰见妻子被他搞困外情 优介也毫无过问 有一天,优介回到家里 发现英倒在地上因为恼一些气势了 两年后,优介因为工作单位要求 替他故意的一名司机帮他开车 而这名年轻的司机逐渐打开了邮介一直压抑的悲痛 电影改编至《村上春树》的短片集 没有女人的男人门中一则同名小故事 就如《村上春树》的风格 整体故事里泄露出忧伤且压抑的气息 西岛俊秀饰演的家福幽介容貌在不怎么打理下 一脸满满的惆怅感 他的表演印象纯重 把一个内心充满复杂情绪的演员演得栩栩如生 而电影就跟着他的脚步来看清整个故事的全貌 影响故事心灵旅程的角色一共有三位 分别是妻子英 新雇佣的司机杜李美孝和妻子的情人 一名有着脾气问题的演员高归庚史 由于男主优秀的演技 所以这里对配角的演技要求也高了起来 更适合妻子英的演员钢田匠生和误导李香有着不错的表现 但作为开导男主的年轻司机是试验者三普透子 演技稍微鲜嫩 对手戏时多方面都被男主的演技碾压 导致发挥烈威逊色 个人其实更期待男主与每个角色插出更大的荧幕火花 不过电影把剧本定位在了以男主视觉出发的里程 变成了一场把众人都压下去的独角戏 由于故事题材是属于个人成长的类型 摄影往往都在专注捕捉角色的每一丝表情 但角色并没有好好融入背景的感觉 这里倒有点可惜 而在剧情上 日本一贯的匠人精神毫无折览充分的绞现在的时长上 电影总长度高达三个小时 依据上面所提的故事大纲 主流导演应该都会以妻子的死作为开端 但导演却先把优介和妻子相处片段 细细呈现给观众 再慢慢把观众带入男主视觉 节奏虽然稍微缓慢 但很神奇 一点都不无聊 前面的40分钟是电影节奏拿捏最好的部分 第二张的电影节奏拿捏又散乱 剧本感觉想要专注在男主的身上 但又不想让任何一个配角闹下 导致每给配角的多一分钟都感觉像是多一分钟的浪费 某些场景并没有推动剧情之余 甚至没有任何感情传递 故事进入第三章时是最村上村树的部分 虽然跟着钢铁降生奉献的荧幕上最让人深思的独白 但过后这位角色却被随意退场 导致那段独白的后劲不足 这里也是我对这部片子最为不满的地方 而电影的最后 剧情对小说做出了些许更改 司机并没有成为优介心灵旅程的句号 而是把司机重新定位在辅助的角色 削弱了司机对优介的影响力 但最后以男主重新演出话剧 舞台上的灯光慢慢的按起来 伴随着掌声的响起 象征着男主的全新开始 也算是给电影迎来一个更美丽的落幕 这部电影其实有些点并没有交代得很清楚 它不是遗漏的 而是留白的地方更能刺激更多想象空间 一件事情不一定只有一个答案 不同星际观看这部电影的观众 也必然有着不同的解读 在这里 我有预感这会是我今年看过最棒的电影之一 这就是我给你这部电影的最高评价 人生又如电影本来只有喜有忧 在可以坚强的活着之前 大家又付出了多少努力 今天的解说就到此为止 喜欢我们的朋友记得给我们点赞 然后关注我们哦